航母作为大国重启 是很多国家都向往拥有的一款战略武器装备 而关键技术仍是现在多数国家没能解决的难题 不过随着现在战场的不断变化 如今发展方向似乎已经变了 据美媒报道称 目前美国空军正在对一款计划装备到 战机上的激光武器进行风动测试 而为战机配备的定向武器 使用高能激光等都是美国空军的雄心壮志 尽管此计划在之前因为一些原因遭到了延误 但最近实施的风动测试 足以帮助美军解决掉大部分难题 事实上 美国早就开始着手对新型武器的研发建造 据美媒报道声 全球首款大杀器即将公开亮相 这一新武器既不是核武器 也不是航母 而是新型激光武器 据悉 这款武器足以对导弹军舰等目标实施有力打击 还能从千里外烧穿航母 如果美国海军装备此款武器 或将彻底称霸整个太平洋地区 对此 不少专家表示 航母的战略价值或因此下降 现代战场规则也可能因此 完成很大的变化 据了解 美国军方目前还就在攻略对这款激光武器的性能加以改进 计划将在2022年之前完成实战测试 而一旦这款激光武器被运用到战场上 将会对敌方造成致命性的打击 就连联合国都主动出面呼吁 各国应该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并直接警告美国立刻停止对激光武器的研发制造 但却无济于事 据有关人士透露成 美国研发制造的激光武器也不是无所不能 它在战场上的天气状况有着极高的要求 一旦碰上暴风雨 大雾等天气 准确度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也会减弱对目标的打击力度 在世界范围内 除了美国重视激光武器的研发外 俄罗斯也在此领域有所成就 据悉早在2018年 俄军就将激光武器列入了尖端武器行列中 直到去年年底 俄罗斯一款激光武器被意外曝光 虽然并没有关于此款武器的具体消息 但有关人士透露成 俄罗斯很可能会将 这款激光武器使用化学阳点激光技术 所以能有效打击五公里范围内的无人机目标 近些年 随着美俄两国进一张关系的日益发酵 双方都加大了对新型武器的研发力度 对此专家直言 一旦美俄两国在激光武器技术方面 取得了重大突破 未来很可能会在战场上使用此款 12张力气枪的武器 届时世界各国都将因此而受到很大的影响 自从上世纪50年代空空导弹问世以后 几乎大部分空战都开始使用导弹进行 而航炮这一经典 航空武器在战场 武器当中的地位越来越低 很明显的是在至今30多年的时间里 设计上没有任何国家研制出一款新型航炮 更多的只是对原有的航炮进行改进 如果按照这样的趋势下去 各国都不研制航炮 只是在原有的技术基础上修修补补 航炮就没有技术上提升了 更别提适应现在日新月异的空战了 虽然航炮本身没有进行技术换代 但是和航炮搭配的机载火控系统 却在不断的升级 现在战机普遍采用的 由机载雷达、光点探测和跟踪系统 及中央任务计算机组成的火控系统 能够自动完成对目标的搜索识别、跟踪 以及射击、珠源结算等工作 使得航炮本身虽然没有技术性的升级 但是能够最大性度的提升航炮的 简便性、快速性和精准性 固然空空导弹比航炮性能更加优异 但实际上的战斗机在日常巡逻飞行中 对侵犯海空域的飞机限制进行警告射击时 航炮依然比导弹更加有效 并且在潮堤空恶劣环境下 如果使用导弹无效也得改用航炮攻击 对于无人机、气球、地面软目标等半用目标 航炮的作用也仍然比导弹好得多 看起来航炮仍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是各国在实战运用当中 对航炮的运用又确实越来越少了 比如各国的战机航炮弹药装备数量越来越少 空空导弹的装备使用量和技术更带频率 也被航炮高得多 就连A10这样的对地攻击机 实战当中也倾向于使用制导武器攻击 看起来航炮的淘汰只是时间问题了 但是笔者依然认为 航炮这种类型的武器仍然会在军种战衣席之地 因为在实战中导弹的数量毕竟有限 战机的导弹一旦打完 不装配航炮便基本无法自卫 所以在五代机当中 美军的F-22 F-35A以及苏-57 依旧选择保留了航炮 所以按照现有的科技发展 航炮的发展会进入一个新时代的升级 以另一个面貌出现 绝非淘汰 以美国空军举例 美国通用原电子 在数十年来一直秘密研制机载激光武器 他们所研发的第三代高能激光武器系统 具备50至300千瓦各种功率可供使用 使用吸电池供电池充电时间仅为三分钟 每次充电后可快速发射十次 而且根据相关信息来看 美国已经基本完成了激光武器积载化研究 这种激光武器已经被浓缩到 只有不到一立方米 并且采用吊舱的方式挂载在战机上 相比于传统的航炮 高能激光武器 出速极高 并且直射能力强 一旦瞄准目标 以光速设计 目标几乎无法闪避 虽然高能激光武器好处很多 但实际上离正式列装还很遥远 美国曾公开表示 将在2018年将150千瓦的固态激光武器 装在复仇者无人机上进行测试 但过了这么多年 也没看到什么动静 可见机载激光武器面临的技术问题仍然很多 笔者推测 美国面临的问题 极有可能是电力充能系统 无法供应激光炮长时间射击 加强上能系统过于庞大 还没有做到真正可以适用于战机的紧凑化 而电力充能系统的问题 在他们的放弃的舰载电磁炮项目上 也依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相比较美国 俄罗斯也在初五十七上 激载激光系统测试 不过俄军的激载激光炮项目还比较原始 使用的还是一款干扰性质的激光武器 并无法直接攻击目标 目前 我国关于激光激载武器的项目 还处于保密阶段 笔者也无从了解更多信息 但从网络上的官方学术论文 已经证实 我国已经研发出了 一千千瓦的激载激光武器 储能装置样机 并已经展开了相关验证 储能装置是激光武器中最为重要的一环 这个基础技术受无法攻克 激光武器便无法持续性的开展攻击 我国率先攻克这一环 是非常理智的决定 加之我国技术研制 一贯采用稳中求进 稳扎稳打的方式 相信机载激光武器 一定会顺利研制成功 和美俄一较高下 可是中国的激光武器 也有一定的缺点 比如说缺乏强大的 顺时超强能源电池 而且还会受到天气与环境的影响 然而随着美国提出 研发全球最小核反应堆的计划 就让中国看到了新的希望 根据了解 美军为了这项技术 已经投入了6000万美元 后续还要追加1600万美元 用于加快这项计划的研发工作 此外 所谓的小型核反应堆最大的功率 可能只有5兆瓦 而且可能是用于新型能源汽车 火车等领域 当然 也可以搭载至 舰载和空机平台上进行使用 可以说 美军的小型核反应堆设计理念 可谓是无比超前 但是不排除为中国所用的可能性 毕竟回顾此前的历史 很多时候美国提出的新理念 或者新计划 最终却被中国所用 比如说高超音速导弹计划 同时也能看出中国制造的真实实力 仅凭借美国公布的一项计划 或许就能够打造出小型核反应堆 值得关注的是 按照目前我国 核反应堆研发领域所具备的实力 想要打造出一款小型核反应堆 或许不会有太大的难度 并且可以将其运用在激光武器领域 用来充当该武器的能源系统 从这一点来看 似乎这一装置可以用于帮助中国 突破激光武器领域的瓶颈 一举解决困扰我过多年的难题 当然 小型核反应堆除了可以运用在激光武器领域 同时也可以运用在太空领域 毕竟随着中俄两国 展开联合登月计划 并且计划在月球建造基地 倘若使用太阳能提供电源 似乎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 可是如果用核反应堆 就可以解决电源及能源的问题 可以说美国这项计划 在诸多领域可谓是有着巨大的作用 可以间接帮助中国解决多项难题 可能连美国都没有想到 本国辛辛苦苦投入上千万元 研发的小型核反应堆 或许要被中国率先使用 甚至还能帮助我国解决诸多难题 不知道此后该国 还敢不敢透露核心计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